大鹏视频没看完 纵使吃鸡也枉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大鹏哥 我要来陪大家吃鸡了 我现在在这个山头上冷得一个发抖 刚刚下面的房子来了一队人 但是我没有开枪 因为右边也有人很容易暴露位置 我怎么能轻易送死来 随着独圈的逼近 我就定大胆的把车开到下面的平房上去 多近房子真有安全感 打不到我打不到我 你看看 这里里外外的枪声真多 把门一关 安全 品一杯我八二年的尖利宝 甜的 摸去门边看一下 哎呀 这个门这怎么回事啊 不让我开门还是咋的 哎呦我靠 这里有个人倒下了 看他这么痛苦的样子 大鹏就帮帮他吧 哎呦我 打我 我就把门关上怎么着吧 我看看这右边的人 不知道他在看啥呢 一枪 两枪 算了打不到 我还是进圈比较安全 哎呦 这里怎么有个人咧 这不是刚刚在山上逃了那位吗 反应这么慢 能活到韭菜圈算你运气好 我们看啊 前面这俩人 哇塞人一个都没打死 是铁人吗 这么肉 打不死 过去炸雷 小样我管我扎死你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用 不行啊 这个圈对我很不利 我必须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啊 看来刚刚那两个残鞋已经被打死了啊 腹地进圈 去前面的板子下面 我靠 这里居然有人 相当老歪逼 是吧 你的反应太慢了 哎呀 还不是直接死的呀 看来剩下的最后两个人不是一队的 那就好办了 有人在前面给我扔雷 还是个吉利福 拜拜哩 就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啊 这腹地摩哥走在哪了呢 给我扔雷 我去看看他包里有没有雷 一颗 哎 一颗也是 哎呀 摸摸哒 手雷大哥交给你了 还在扔 你这个怂货 有本身你出来 你出来 我就出来 哎呦 我操 毒来了啊 我慢慢爬进去 哇 还是跑吧 我来不及 他也来不及 吃鸡 嘿嘿 说实话啊 这是我见过最小的韭菜圈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见过最枸杞的敌人是什么样子的嘞 快来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下期再见